8月暑假 我们走进 正江最大的体育场馆内 看到一群国中生 穿着整齐化衣的制服 分两队比赛着 时夏大陆青少年 最流行的科技运动 无人机足球 还用撞这个球 来往前去一点 不用低头 双手拇指灵活转动遥控器 像打电动玩具一样轻松 无人机足球 一场比赛6分钟 每队三位球员 一人是得分攻击手 两人是防守员 穿过对方球门就得一分 正常的无人机 我们都是希望它不要损坏 不要碰撞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的无人机足球 它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无人机足球被形容是 科技与魔法的空中竞技 目前已经被国际航空联盟 纳入正式运动项目 看小朋友玩得顺手 自己下场才知道不简单 我先收一点 然后我往前飞 往右往右往右 他去哪里 我要飙输了 要过来 要过来 没进 星星运动崛起 离不开国家政策推动 大陆为期五年的全民健身计划 定出包括推动全民赛事活动 提升科学健身等十大任务 预计要在2025年 将体育产业规模推向 五兆人民币 镜头换到北京 要说疫情解封后 最热门的户外运动 就是到由北京赛纳河支撑的亮码河 体验水上飘 亮码河在这边 它经过整顿以后 是有长达六公里的水道 可以提供民众水上活动的 在我旁边上有很多人也在体验SUP 很难想象现今大小朋友 进行玩水的亮码河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 因为常年没有清理 造成淤泥堆积 杂草丛生 直到2013年 当地政府分阶段启动 和湖联通 桥梁改造 旅游通航等六大工程 才把臭水沟变成蓝眼睛 夏天太弱了 我想凉快一点 所以就过来玩 美甄你好 这是我们实验室 拉回台湾看体育发展 运动科学是一大重点 北市大运动能力分析实验室 正是主要基地之一 借由液态氮 短短几秒就能降温到 -120度的冷冻舱 是协助运动员在训练后 修复肌肉 极度疲劳状态的科技武器 后疫情时代 两岸官方都想抓住民众 对于运动健身的重视 开创运动产业新蓝牌 TVBS新闻陈旭一 林敏珍 江苏北京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